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眼睛尾盏 上下眼皮 轻轻地喷出 睫毛 轻轻地相处 感觉好像我们晚上快要入睡的时候那么轻松舒服 没有用力压眼阻或者眼皮 我们快要入睡的时候 我们都不会担心 我是不是已经轻松的合眼 是不是正确的闭上眼睛的方法 我们都没有担心这些问题 我们静坐的时候也是一样 就是自然地垂下来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采取自己感觉最轻松 最舒服的桌子来打坐 现在是我们放松的时间 是我们身心休息的时间 所以十百十百地做就可以 现在我们身心休息的时间 现在我们先不管桌子好不好看 装不装眼 我们先以轻松舒服的桌子来打坐 有的人已经习惯用桌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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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右手跌在左手上,右手的食指轻轻地碰出左手的拇指尖, 然后轻松地摆在内阻怀上, 这个就是标准的桌子,哪位习惯这样,我们就这样做了。 但是如果哪位觉得有一点损痛还不习惯, 我们当然也可以散盘,或者坐椅子,都可以。 如果我们坐到一段时间,哪里有出现疼痛、麻痹的感觉, 我们也可以再调整,或者我们想换桌子,也可以。 换从担盘、散盘变成车座,也可以。 总而言之,我们现在先以轻松束缚, 而能维持绝职,正念为主。 然后我们就来观察一遍,全身的肌肉, 从头顶到脚底。 我们现在掃描一遍,我们现在掃描一遍就好。 我们就做成习惯了,先让我们的身体感到放轻松, 然后我们再练习把心静定下来。 从我们的头部开始观察, 额头放松, 每一遍也跟着风轻松, 每一遍的肌肉也分轻松。 每一遍的肌肉也分轻松。 每一遍都在无意中压紧压迟。 都在无意中压紧压迟。 当我们知道了, 就调整一下哈, 把它放轻松。 两边的练阶也放轻松 我们的颈部 脸侧肩膀 手臂 手腕 手掌 直到我们十指 手指头 都完全 很轻松 胸部 肤部 背部 背部也是刚刚好的停止 刚刚好 没有太直 也没有太松 腰部也放松 两只脚 大腿小腿 一只脚指头都完全放轻松 现在我们的手怎么放 脚怎么摆 也都无所谓 都没有关系 s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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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来深呼吸, 两三下, 增加我们轻松舒服感。 我们来有深忧伤的息息, 然后再慢慢的吐息。 再一次追深, 追深的息息, 然后再慢慢的吐息。 当我们吸气的时候, 我们身体的上半身, 就会稍微膨胀。 然后, 气的终点是直接到 腹部的中央那里。 当我们吐息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内在的紧张, 所有的压迫感, 全部都可以排出来。 都可以排出来。 现在我们的体内, 现在我们的体内, 只有一些舒舒服服的感觉。 我们的感觉。 我们再一次追深, 追深的息息。 我们再一次追深, 追深的息息。 然后再慢慢的吐息。 然后再慢慢的吐息。 我们再次追深, 追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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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深。 感觉好像自己正在坐在山顶那里 一个人坐着休息 周遭都没有任何人事物 所以我们可以坐在这里 完全地放轻松 完全地休息 在这里我们可以把 所有的负担 一些的关爱 全部都可以放下来 全部都可以放下来 现在我们可以 跟外在的世界完全隔开 现在我们都没有给自己什么压力 都没有给自己什么要求 我们能够这样做 舒舒服服的做 我们就感到心满意足了 然后我们来练习 把我们的心安放在 身体的中央点那里 我们大概大概感觉就好 现在身体的中央点 就是在我们腹部的中央那里 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心 回归到身体的中央点 让我们的心回到家 让我们的心回到家 把心放在这里 有安全感 如果那一位 现在仍然 出现一些杂念的话 也不要紧 我们可以试试看 用默念的方法 来帮助我们的心 我们可以试试看 轻松舒服的默念 感觉好像 像相马拉昂的声音 是从身体的中央点 慢慢的散发出来 感觉好像我们在无意中 相马拉昂的声音 相马拉昂的声音 默念 什么时候忘记默念 也没有关系 当我们再一次想起来的时候 我们再继续默念 也可以 默念 默念到自己 不想再默念为主 所以我们都没有 勉强自己的心 完全都是放轻松 都是失败失败的感觉 那么接着就请大家 各自练习一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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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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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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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些众生彼此相爱如同胞一样 我们也愿所有的战争、灾难、疫情都早日消失 然后我们就为自己去愿 愿我们生生世世生在佛话发生的接听 有清净的身、口、衣 众生行善一点恶业都不要去找 愿我们只教善友 没有教任何损友 愿离一些恶人 愿我们设身财、钱财、能力财圆满 方便修功德波罗蜜 也愿我们身体健康 享受智慧增长 早日征得内在的法神 然后我们就把今天所修的功德 供养 给每一准真等真觉佛陀 每一准 毕之佛 每一准 阿罗汉 供养 给我们每一位法神法门道师 有隆布祖师 隆布祖师 有法神师父 然后我们也把今天所修的功德 回向给我们历代祖先 以及过世的亲戚朋友 然后接着就请大家 可知 发位山 得愿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讲到个研究主人的爸爸 他已经死了 但是他想要再复活 昨天讲到他选择的方法 就像我们看过的一些电影一样 就是他要躺下去 躺在自己的肉体上面 如果套上去了 应该可以再复活吧 不过当他躺下去的时候 他却发现 他没办法进入这个肉身 已经做过了好几次都没办法 那就表示他没有机会再复活了 所以那个时候他就非常紧张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 他不知道那接下来要做什么 未来会怎样? 要去什么地方吗? 他都不知道 所以他就看他的孩子们 去哪里 他就跟着他们去 因为不晓得要怎么办 他看到自己的孩子 就是去触摸他们的手 去抓他们的手 但是抓不到 因为不是同一种身体吗 一个是肉身 另外一个是戏人身 那他已经知道了 现在自己确定死了 跟人家讲话呢 人家也听不到 那个时候他特别想家 当往生的时候 七天之内 想要去哪里 就可以去哪里 他就马上回到家 当他回到家的时候 他看到 他就先走观察 因为我家里面的人 有些人还有哪些在家呢 他就去跟他们打招呼 去跟他们讲话 但是他们都不知道 都听不到 所以他就走进来 自己的小佛堂 这个小佛堂 在他在室的时候 有些时候 他会来拜佛 来送经 不晓得大家的家里面 有没有小佛堂呢 有的人就把这个小佛堂当做一个装饰品而已 就是说我有而已 然后呢 每一天都经过这个房间 但是不想进来 这个可惜 如果有了小佛堂 大家要常常进去送经经住 因为他在室的时候 也有学过一点点佛法 也就是说 他知道每一个人总有一天都会死的 当他知道 这个没有什么特别 每一个人都一样 当这样想的时候呢 他的正念就慢慢恢复了 那个紧张的感觉 就慢慢被减轻 然后呢 当到了晚上的时候 孩子们要帮他办丧事 像大家办什么特别欢喜的活动 比如说什么生日宴喜 那你们如果办自己的活动 就要去迎接客人对吗 那他呢 他也去迎接亲戚来参加自己的丧事 就跟他们打招呼 但是他们都不知道 但是他最盼望的 就是看到自己出家的儿子 因为这个是他最后一个依靠了 他现在不知道要去哪里 能够帮助他的应该是 自己的儿子吧 所以当他看到自己的孩子呢 很发喜很发喜 我的依靠来了 但是当他参加自己丧事的时候 老陆毕诚经讲过 你们记得吗 有法师们正在送阿弗坛经 阿弗坛经是什么 还记得吗 有印象吗 就是佛陀 他在世的时候 他要回仙 而他要去度妈妈 但是他妈妈也往生了 他就到到立天那里 一个以雨季安局 就是三个月的时间 讲这个阿弗坛经 然后呢 后来法师们呢 就送这个阿弗坛经给往生的人 就是来源的 但是因为他在世的时候 去参加上世的时候 也没有人告诉他 什么叫做正确参加的方法 什么叫做正确参加的方法 就是要把心经定下来 专心的聆听生团 送阿弗坛经 然后意念道功德 这个才是正确的方法 但是很多人不了解 所以当他们去参加 人家的丧事的时候 他们做什么 因为很难得 看到自己的亲戚 所以就会聊天 聊天 讲一些哈哈大笑的事 或者吃东西 人家都是这样讲 所以当他听生团诵经的时候 他心也不在眼 就是说 心都没有集中在生团的声音 而是集中在哪里呢 你亲戚有谁来 还有想到过去的事情 就是自己经历过的那些经验 他在世的时候 只有学习一点点佛法理论而已 那个时候 他没办法意念道功德 他也因为不知道怎么意念 而且呢 他也不懂 要怎么把心放在身体的中央点 没有人告诉他 所以 等到上司结束的时候 第一 第二个晚上的时候 他就会去拱送出街的儿子 回寺院 我的儿子要回寺院了 就回去 就送他回去寺院 但是等到第三个晚上的时候 他想了 他心里面有出现一个念头 是想说 其实啊 我也想跟我的儿子 一起去他的寺院看看 是怎样 所以呢 等到第三个晚上的时候 他就上了儿子的车 然后就跟儿子一起回寺院 也不晓得儿子有什么样子的感觉 不晓得 是不是觉得后面有谁吗 然后呢 等到到了寺院 儿子要走进去生团的疗房 如果大家是爸爸的话 你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你们接下来要做什么 第一 就恭送法师回疗 第二 就跟法师一起去参观疗房 因为在世的时候没有机会参观 就趁着这个时间去参观一下吧 你们会选择哪一个啊 然后他 他 哦 哦 二哦 还是对的 就是 啊 是二啊 二是去参观吗 那个是很好奇的 但是他呢 他觉得 生团 生团的疗房是生团住的 我们居士是不应该进去啊 所以呢 他就在外面 呃 恭送 法师回疗 但是 当自己的儿子已经回寺院了 回疗房了 那接下来他要做的是什么呢 因为 发生是 对他来说是很末生的 很末生 那 他怎么办 我们可能要明天再继续听的 哦 今晚 祝福大家 祝大家 身心 愉快 生命光明 早日正得 内在的 发生 祝福大家 晚安 明晚见 祝福大家 八YO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